那個火車現在是供觀賞用的 現在是暫時 就給大家拍照 留戀這樣子 其實鐵路迷也可以到這邊來看一看 那早先的舊草嶺的這個隧道 在這邊也帶給大家 好了 我們已經整個折返了嘛 對 現在折返還是沿著鐵路線 對 接近 又經過龍門露營區了 其實龍門露營區這邊好像就是 有專用的自行車道了 對 它這個沿線都是專用的自行車道 就是在我們的東北角的沿線 包括海岸裡面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出發的時候 我們看在浮龍穿梭的時候還是在市區嘛 對 這條自行車道可以稍微介紹給大家 這個的話就是沿著我們可以 經過我們的龍門吊橋 以及延遼海濱公園這一塊的部分 那裡面這個 這邊的公里數大約是10公里的部分 10公里 對 來回大概是10公里的地方 所以它也有上坡的路程來看 對 它也是有上上下下的一個 就是比較 感覺你的腳會有一些反作用力在你的腳上 你這講得很好 好 其實可以稍微再鍛鍊大家一下 對 考驗一下 來 雅雯呢 這整個路線你就是騎著跟著旁邊嗎 騎著自行車跟著旁邊嗎 對… 這整條路線我覺得是非常適合 就是親子路線 然後它因為又就是整個風景很棒 整條路線它就是非常輕鬆 可以讓大家就是適合休閒的時候 一起全家出遊 這些夢訊你們當是幾點出發的 我們早上大約9點半的時間 9點半 好 對 所以整個這樣子騎下來 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兩到兩半小時 所以說基本上它還會碰到中午那個 太陽比較大的一個時間 對 當天的太陽這… 太陽真的非常的智能 對… 非常辛苦 對 大家都是趕快 騎著…趕快要騎回去 然後趕快領證書 剛剛這個騎到龍門這邊 其實有個很難得的經驗 對 你可以在吊橋上面騎車 對 好 這種經驗是很難得的 對 那我們也是特別一個 遠…遠到從台中而來的一隊富製黨 對…然後他們也是連續的 這系列9場活動 他全報名了 他全報名參加 對 我覺得非常感動 爸爸還有這樣的一個精神 其實假日嘛 就是都是禮拜六嘛 對… 我覺得你愛拍禮拜六是對的 對… 因為禮拜天他還可以休息一下 對… 他還可以待在台北縣再玩一天 對…還可以再玩一天 或者說禮拜六從事完活動之後 爸爸帶孩子 對… 然後禮拜天要回去陪媽媽 對… 其實我們鼓勵是全家人都來參與 對… 好 全家人… 你看那個小寶寶都悲到跑出來 對… 像祖生三代都跑出來 那種感覺是相當難得的 是… 不過大家在騎乘吊橋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什麼要提醒大家 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提醒大家還是比較並排 並排騎乘 因為旁邊 它的距離也不是說非常的快 對…還是這樣子單量通行為主 因為橋能扯送的重量 還是有一定的重量 那騎吊橋的時候 視野是不是要看遠一點 對…是… 當然如果你要停下來 欣賞美麗的風情 那就把車停在原地 因為你覺得走吊橋都會… 我們走吊橋都會想看一看 想看一看 晃來晃去的感覺 那騎車這樣子晃來晃去的感覺 有時候會發生危險 對… 這邊倒是要提醒大家 不過到了這個地方 這個叫龍門吊橋 對…龍門吊橋 到了龍門吊橋這邊 你可以去享受自己 單車騎吊橋的感覺 我覺得這也是相當難得 對… 難得的一個經驗 來…我們騎… 經過了龍門吊橋之後呢 就準備… 那繼續準備 繼續往我們的 岩寮海濱公園進行 好… 對… 岩寮海濱公園有什麼好玩的嗎 呃…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圍繞一個河岸 然後… 組起來的… 它基本也是… 以欣賞風景為主 然後從那邊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龍門吊橋 我們看到飛行傘跑下來 飛行傘 剛剛有一個飛行傘 因為這邊它的場地呢 附近也是非常做一個 類似方風箏啊 或是做… 你做個人的飛行傘運動 這個位置在哪裡 這個位置是在我們 龍門吊橋出來的地方 龍門吊橋出來的位置 好… 所以說大家在這邊… 其實… 我覺得很棒啊 假日這樣子騎一騎一整… 半天的行程完了之後 對…其實像我們在… 因為這樣參加了兩三百位的 暴民民眾當中 那我們在現場假日又可以看到 大約有更多在上千名的民眾室 來跟我們一起在這樣的一個路線 一起做這樣子一個假日的休閒行程 除了你們暴民活動的… 對… 除了我們本身暴民活動之外 那你可以看到… 浮龍火車站那到了… 下午十二點、一點、兩點 那個火車出來的民眾是… 喔… 所以說這就完成了 大家準備蓋章了 對… 浩馬牌繳回 蓋章 然後領紀念品 對… 就可以… 繼續去玩了 對… 就可以繼續它… 之後下午的東北角的行程 我覺得你們這個蓋章…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流行蓋章吧 小朋友喜歡蓋章 大人也很喜歡 對…因為蓋章是一個… 最可以…就是為你… 到了這個地方做一個紀念 做一個見證 對… 雅雯你覺得… 我們現在人好像都很喜歡幫自己做記錄 其實我覺得像提供這樣的一個記錄 其實是非常難得的一個機會 對… 有時候你相機子照的一個照片在這邊 但是你蓋了這個章 實際上你完成了這樣的一個舉動 對… 那種感覺是不錯的 對… 上次有一個五歲的小孩子啊… 他也是自己蓋一個章 想說他長大的時候 他就可以知道說 我曾經到這邊來 那這幾個地方我都有去過 對… 這次全部旅程行程多長 總計大概9場活動 單場的話大概是30公里 30公里 對… 9場下來呢 9場大概是快300公里 300公里 對…因為我們中間還有一些比較 一兩場比較挑戰的路線 比較挑戰 對… 其實我們這樣講說 現在國中生都要辦成年禮了 對… 其實爸爸要趕快幫小朋友訓練一下 對… 以後搞不好他到國中 他一定要通過100公里的… 先從一個短距離的一個騎乘 那再挑戰50…100公里 那再進而做一個… 可能爸爸帶小孩做一個環島的一個… 因為真的到以後好… 對… 以後到以後可能自行車就會變成大家一個… 算是滿方便的交通工具了 我覺得從小開始乍根讓它變成一種本能 不要到年紀大了再去學自行車 那…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也能夠讓小朋友更享受一個安全的騎乘的一個感覺 雅文這趟騎出來感覺怎麼樣呢 你自己騎完 對…因為我通常就是在電腦前面工作 那我覺得因為我這樣子的機會 跟著協會的路線出去非常的放心 而且這些路線啊…每次騎完之後回來 就覺得更加的… 舒服 有舒服 而且是有運動到 對… 這比你去做任何時報都划得來 沒錯 今天非常謝謝孟勳跟雅文浩 跟我們來分享一下台北線365 大家一起去玩運動 對… 還有七場的大家 可以上協會的網站去做報名了 謝謝大家收看 uttering… 最好…